那個電梯我們不敢搭 我們立刻就走那個 逃生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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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了 以下因為槍戰出的那個人 直接拿汽油彈去縱火 汽油彈 汽油彈 我幹嘛覺得充油比還要可怕 發生在差不多20年前 那時候我們休比杜華去南部 那一趟憲哥沒有來 有憑有據 然後那一趟我就跟小馬還有跟 晚上的時候我在高雄 然後我想說 晚上來夜闖高雄一下 我們想說去漂白去玩一下 叫個計程車 我們找一個酒店去玩 酒吧 酒吧一條街 對 然後我們就看到 有一個那個砍棒 最漂亮的那一個 那家店 我們就在10樓 我們決定下車說 我們不然就這一家 這一家外表很不錯 裡面的小姐應該很漂亮 然後我們下車之後 一下車的時候就聽到 按電梯的時候 就看到人家在開槍 而且是互開 火兵 總共開了七八槍 我很怕那個榴彈會射到我們 我們就趕快按那個電梯 趕快上去 我們要上樓的時候 我們要上樓的時候外面 槍站 在裡面還是在哪裡 在… 也是在Lobby 不要口氣 大堂 在大堂 就是坐電梯 因為它這一棟裡面 有很多家酒店 很多家 我們是選擇10樓那一家 然後它就開了七八槍 然後我們就趕快 趕快衝上去之後 到了上去 我們就想說很緊張 很害怕 說怎麼會遇到這種槍戰 而且我們從來沒看過 第一次看到人家在那邊開槍 我們真的會嚇死 20年前不得了 想說趕快喝酒壓驚一下 不是 你有壓驚 趕快離開現場 就不要在那邊就好了 不要在那邊 正常就跑掉了 還喝得下去 我們就喝下去 一進去的時候 我們就發覺那個店 我會叫小金要好 感覺那個裝潢不是很好 我們就坐到那個包裝 說不然都已經來了 不然看看小姐長得怎麼樣 我們就點了三瓶啤酒 就一走進來 天啊 都是差不多四五十歲 都可以做我媽媽那一種 那個啤酒只是喝到 又喝不下去 但我們只喝了三瓶啤酒 我們就要走 他不可能讓我們走 他說你最起碼要一個小時 低銷 而且酒太便宜了 對 我們這樣總共買單 買了8652塊 我還記得 8652 哇 你真的 不可能 你現在欠那個價錢 應該就是8652 現在就可以寫名字嗎 應該是車牌的 我對於錢我記得特別的清楚 8000多塊 其實8000多塊 剛才那是我自己亂加的 對 8000多塊 那就是說謊了 沒有 我就真的嚇到 我們就嚇到 我們就想說 那我們再找別家 反正時間還早 我們換別家 結果突然我們一開門的時候 濃煙整個嗆進來 底下因為槍戰輸的那個人 直接拿汽油彈去縱火 汽油彈 哇 我看到你沖油餅還要可怕一下 他是汽油 所以說這個故事如果是真的話 當時是有上社會新聞 因為我是修比杜華的老闆 所以我不置可否 我跟你講 我不能表示我任何的教訓 那個很可怕 而且那個整個煙已經衝上來了 那個電梯我們不敢搭 我們立刻就走那個 逃生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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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完了 這個一定要選 直接走那一間 我們就走那個逃生艇 逃生艇我們就往下竄 逃生艇 可是我們走到五樓的時候不得了 那個濃煙已經冒到整個 你是伸手不見五指的 是 霧萌萌的 然後我又不小心滑了一跤 我說小馬 跟鴻 小馬 跟鴻 他們已經不見了 最後我就想說完蛋了 我腳也有點受傷 有點掰開 但是我又失去了方向 我怎麼 怎麼辦 這裡又摸到牆壁 那邊又是樓梯 很嗆 很嗆 我就蹲低身體 然後我就突然之間看黑暗之中 伸了兩隻手出來拉我 我跟你講 就是跟鴻跟小馬的伸 我當場真的跟鴻說 小鐘 走 立刻拉著我往下衝 我們就衝到底下去 然後趕快趕快坐健身 回去我們住的飯店 結果就衝出來了 就衝出來了 那一次真的是很可怕 這是我一輩子的 很可怕的一個記憶 故事很精彩